C-13栋運輸機在高空盤旋飛敵目標區 測量風向及著路點 確保安全後 散兵依序從艙門跳出 蔚藍天空頓時散花多多開 指揮官不時提醒 因為跳傘後不僅動作腰 確實還得控制方向 避開了左鄰右舍 這降落位置也得留意 陸軍航特部所屬的特戰指揮部 全體官兵都要通過基本散訓 30號上午在屏東潮州空降場 舉行跳傘訓練 89名官兵分為12波次進行空降 每波7到9人吸引不少民眾圍觀 甚至還有人拿出手機拍照 看這些小孩在跳 跟那個勇敢 需要國軍保護啦 大家會安全 要來體會一下跳傘 第一次的時候 飛機機艙門一打開的時候 就特別緊張 硬著頭皮跟他也是要跳完 當傘完全打開的時候 是覺得非常的放鬆 閃訓總共要跳幾次啊 跳五次的閃 五次裡面要包含一次夜跳 才剛結訓的閃兵 回顧跳傘經驗 侃侃而談 還特地帶著女友 來看演訓同學閃訓 預備動作做好 兩腳夾緊 雙手上舉 空中操閃 平安著陸 89名官兵跳傘訓練順利完成 部分成員還得跟進一步 歷練特種地形跳傘 包括海面叢林等等 接下來幾天將多梯次進行 要驗證陸軍航特部克服各種困難 確保達成作戰任務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